由楊潘潘主持的香港開電視節目 潘你賞臉 每集都會請來相識多年的好朋友 談天說地話當年 這日潘潘姐就請到邵欣欣做嘉賓 兩位都是電影圈的大前輩 知力深厚、合作過的導演無數 欣欣姐說相比起當年的導演 現在的新導演都真是有點可憐 以前那些很厲害的 他們那些職業導演 他拍戲不用你做什麼表情的 他要你學他是什麼表情 這一場戲是什麼表情 他要你學他 學得對他就很滿意了 所以我們不用演技的 主要我們模仿得對 到時有配音的人幫我們配得很好 那現在的導演是很多大牌的演員 做得就算不是他心目中的劇情需要的 他們都不敢出聲的 這些就是老導演和新拍導演的不同 現在的導演很可憐的 他不可以拍出他心想的 如果他找到一個巨星 那個巨星這樣做 他的心想都不對 嘻 又像你敢不敢 不敢說的 然後切 好好好 夠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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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不同 現在的導演是挺漂亮的 彭彭姐這天都有分享 當年拍戲的難忘事 他說自己一直都得到很多導演的賞識和痛愛 至今依然很感恩 我有時跟何夢華導演有時都跟他聊天 他很疼我 譬如我們過了 我們過了中要加班 他給了七個字就已經加工了 是啊 他有這方面的照顧人 很好的 何夢華 也有做好防疫措施 我們拍戲個個都是一米 一米之外 還有呢 全部的工作人員都不吵 個個戴著口罩很安靜 因為為了自己的安全 工要開 現在拍戲呢 我們服裝少了 茶水沒有了 那些掃地的蛇仔都沒有了 現在都是製片收工 我們自己在那掃的 好小時候個個都害怕 電影都要拍下去的 我們都要服務香港電影工業的 欣欣姐又說疫情期間 因為限聚令 入夜後大家都早了回家 令一家人的相處時間多了 所以真的要好好珍惜呀